赵一部要求小学生在毕业之前要学会游泳 但是目前各地 尤其是中南部 有游泳池的学校并不多 而这些没有游泳池的学校 只好把学生带到外面的私人游泳池 虽然教练跟救生人员的比例有明确的规定 但是校外的情况毕竟不像校园里头容易掌握 有时候好几家学校几百人挤在一起 一不小心就容易出问题 水中有三位教练带着二三十名的国小学童 密习基本游泳姿势 平均一位教练要负责七八名学员 岸上还有一位教练盯着整个潜水区的状况 深水区的学员正在学水中自救的水母飘汗仰视 因为要让孩子们都知道 如果在水中遇上了危险 至少可以争取本带救援的机会 知道危险的时候 水母飘跟氧飘 不要离教演太近 然后也不要离教练太远 不要太离开岸边 教育部要求国小学生毕业前 必须学会游泳 十五公尺换气两次才能合格 不过大多数的学校都没有游泳池 只能寻求委外代训 但是在过程中 学校重视的往往是 勇气训练 水质 对于师生笔 以及专职救生员的配置 并不是很重视 有没有额外的按上的老师的编制 如果说单单只靠市政府的要求 那个一比十五的编制的话 其实还是不太够的 而九月到十月份 这两个月集中来上课 就变成非常的拥挤 没有很受过很严格训练的老师 他也必须要下水教学 其实上游泳课时教练是教练 救生员是救生员 两者各司其职不能互带 但是国小的游泳课训练 上学期的万级中在九到十一月 旺季时常常泳池人数是大爆满 但季时教练就得喝西北风 人力素质难以掌控 部分泳池甚至出现救生员兼教练的情形 业者建议 学校最好能分散上课时间 招标时严格要求师生笔 才能真正保障学童在泳池上课的安全 记者 红香蓝时捷 同中报道